很紧张,究竟我会取得多少分呢? 我就刚考完2018年JLPT的模拟试卷 考完N1一级模拟试卷 好惊不知多少分呢? 我现在就会开始计分对答案 在这个对答案之前 我想给你看看 我上次考JLPT一级 已经是2003年 想不到是这么久以前 这个就是我当时的准考证 合格通知书 当时我是合格的 就是这个分数 400分里面有326分 过了八成 一年零两三个月左右 就被我合格 因为我都很幸运 我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觉得很开心 过了那一年之后 我再考大学 就被我考大学 觉得很开心 各位考JLPT的朋友 无论你是考来找工作也好 考来留学也好 希望你都可以努力 运输得一个好的成绩 我现在在日本住了第19年 今年的第19年 上一次考就是2003年 大概有十七十八年 没有考过JLPT 我看看我现在有多少进步 或者有多少退步 好害怕 我完全没有温书 就是考了 我考JLPT2018年 无疑试卷的时候 就开了Youtube Live 有兴趣可以在下面的说明栏 可以跳到那里 可以看Live Live里面是为了什么呢 准备一个环境 给大家去运输 给大家考试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一路开 一路做卷 可能会比较集中 日本最近流行这一件事 就是开着别人做卷的Live 然后你自己做的话 就会比较用心 比较专心 比较投入一点 你有兴趣可以看看那里 OK 现在就开始计分了 好紧张 我先计一计听解 而且JLPT就换了制度 就是不是计你适合多少题 就得到多少分 我不知道那个计算方式 我现在是怎样计算 就是总共有多少题 我就适合多少题 错了多少题 就告诉你 我就得到多少分 OK 事不宜迟 看看 先看一看 听解有多少分 今次的听解 好难 我没什么信心 我应该是最少 都会计算三题 我觉得 那我看看听解有多少分 好紧张 希望不要那么低分 OK 准备 计分 OK 我计算完听解了 哇 我猜不到我会计算这样 给你看看 是没有答错 全部对 那我计算几题 有多少分 OK 听解 总共有37题 我就全部答对 好害怕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最少答错三题 其实是问题第一 是有少少位 我是听不清楚 不过我刚刚碰到 有些是撞中了 有些是靠实力 37分之37 我是听解 全部答对 OK 接着 再去这个 言语知识 OK 那我就对了文字和词汇 那这里 不好意思 我就错了一题 OK 接着就会对文法 那我就对了文法 文法就是由这里的第五题 第五到第五到第七 那我都是适合的 那这里总共有多少题 不如我看一下第几题 那文字和词汇 总共一至二十五题 那我错了一题 文法 那就有这几题 二十题里面 那我就没错 最后 读解我有点担心 这个因为读解 不单止和日文有关系 和本身语言的根底 也有关系 再看一下读解 OK 那我就对了 乱读理解 好怕 因为我对第一题已经错了 但是很好奇 25题里面 我正中正错了24题 我就是错了一题 那总共 整份卷 听解 不错 还有文字和词汇 错1题 乱读理解错1题 我这总共错了两题 最后就算一下总分 OK 就算了总分 就是宣布一下多少分 听解37分之37 文字词汇 阅读理解70分之68 总共计算107分之105 好,好,好 比我想象之中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不过我有点点不开心 不好意思,这里我不是要认识 我有点不开心 就是阅读理解我错了一题 其实阅读理解对于我来说 意思就更加不同 比起正是学着日文的人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阅读理解除了日文能力之外 还要考上国语能力 国语能力猜不到我第一题领错 我应该是有三至四题 很犹疑 两个答案里面究竟是这个还是另外一个 有点犹疑 猜不到我被我错了一题 整份卷里面总共有107题 我可以很正经地 老实地告诉你 有多少题是阅读的呢? 大概要理解 和文字、文法、词语 总共应该有五至六题是阅读的 都比我阅读的 阅读的意思是有些是4-1 有些是3-1 阅读的情况就是 留下两个答案是这个还是另外一个呢? 有些是被我幸运遇中了 现在我就很简单告诉你 究竟我坐的两题是哪两题呢? 可以让你知道在日本住了18年以上的人 和工作做了13年的人 究竟是哪些类型的题目呢? 会比较差一些? 首先听解就全部適合没问题 但听解可以告诉你 考试那里是特别弄得难一点的 日常生活是不会那么难的 以及不会那么转转的 如果说得很转转的话 那个人会重新讲一次 很简单的告诉你 以及结论是这样的 1234的次序是这样的 不会兜来兜去的 看我错的就是2018年JLPT的模拟试卷 第一题我错的就是文字词汇那里 就是第五题 问题一的第五题 我就是错了 我先看试题 我找回第五题 这个为什么我会错呢? 我一看下去 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会错 因为这个字是经常会用的 我基本上只是填错了 我说应该填四的 我填了三 很奇怪 那一定是不可能是三的 这个字是经常用的 看新闻经常会有的 我说这个是careless mistake 不好意思 你听下去好像 我直口告诉你 是我错了 那真的告诉你 这个我是不小心 由写四变了三 其实这个是不可能错的 我发觉我看下去 我都觉得很奇怪 那这些careless mistake 应该都是没办法了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我自己的责任 错了一题 另外有一题就是 预读理解里面的第一题 就是问题八的第四十六题 那我看看内容是什么 哈哈 哇 这题错得很冤枉啊 这个careless mistake 那个废字 那个careless mistake 其实应该是没可能错的 我再三强调是没可能错的 答案就是三的 我就选了一的 OK 那我为什么会错呢? 那我再告诉你 为什么会错呢? 第四十六题 第四十六题这个预读理解就是 看完篇文呢 就问你 不借 那他的想法 这四个答案里面呢 哪一个想法呢? 就是最符合不借的想法啦 那我回答了一的 教师と生徒が自由に 发言し合うことも必要的 那我就选错了 那其实我的答案呢就是 教师は生徒の発言をまずことも必要的 第一呢就是说 教师と学生就有必要去自由互相发言呢 那我就选错了这个 那正式答案呢就是 教师就要等学生发言的 那这个嗯 那我自己都 其实看到这里呢 我都不是觉得很明白的 因为呢 这个文章有两段 那下半段呢 他就有个印好印住 写住是等的 那他说这个答案 那没有办法我都要听回 我都觉得不是很服务的 不过这些 今天就读理解呢 真是没办法 那他说这个答案就是 他说这个答案啦 那他说 那个笔者 是这样想也没办法 那我就 嗯 我觉得这个 其实有几种看法的 那这些呢 真的不知道我是错了 不认衰那批人是怎样的 那读理解呢 其实我看这些文章 是挺有趣的 有些他说得 那还有有些答案呢 都是 就是很窄界的 究竟是哪一个呢 读理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 给多些时间去看一下 还有日文里面 JLPT呢 无论是JLPT 日本语论历史也好 或者其他什么都好 其实看文呢 除了日文的操位 日文你懂得多少之外呢 就要看你自己 理解能力有多高 看看你平时看多少书 看多少新闻 和和其他人沟通 那都会很影响你 读理解里面的能力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啦 OK那我就很快就这样 因为你介绍了 住在日本18年 工作了13年的香港人 考JLPT 究竟可以得到多少分呢 这是无疑试卷来的 其实我是想着 考今年7月4日的试 但是呢 我打算报名 上两个星期 打算报名 但是 现在已经结束了很久了 如果我有兴趣的话 到下次 12月的考试时 如果我是记得的话 我还有心情想去考的话呢 我将会应该去报名的 如果到时你可以提醒我 那我就可以考虑一下 去不去考 那我今次考过 JLPT 2018这个无疑试卷 107题里面 我适合了105题 那我自己也觉得很满意的 那有些caring mistake 或者遇到你搞错 那我都觉得 都是自己问题来的 我自己想着 其实可能错10题或者20题 那已经是比我想象中更好的成绩 虽然我错里面的东西很白痴 那大家做卷的时候 最重要是要用心 集中精神 那我现在在家做 其实我经常都分心 希望大家可以尽力分输 还有考JLPT 有些人会说考JLPT不等于一切 就是我想跟你说 在日本我生活了这么久了 又做过东西 经常看电视 基本上是不可能不懂的 如果你给日本人做这份卷的话 是不可能不是满分的 除非那个人是不集中精神 有时分心了的话 听解可能会脱了一点点 或者他在阅读理解 他本身的阅读理解有问题 他是不溫书的人来说 日本人都可能得不到满分 不过一个正常的日本人 他是读书 平时是大学毕业的 一个国内大学毕业的人来说 基本上是不可能 是不会得到满分的 我觉得 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一个藉口 就是考JLPT不等于一切 都无所谓 跟日常生活无关 其实想法应该是相反 如果你日常生活 是没问题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答错JLPT 因为那些东西 其实不是太难的 希望大家如果考JLPT的话 就用心 无论你是N1 N2 N3 N4 N5 也好 希望大家可以努力点 慢慢续续续上就OK了